今天是6加2分鐘 好 主席 有請我們國安局 我們嚴副局長 還有我們外交部的代表 林部長 部長好 副局長早 林維浩 這個朝鮮半島 這個引起全世界的重視 我想最重要是因為 北朝鮮擁有核彈的 整個製造跟發射的能力 那麼當然也引起周邊國家 對於核安全的重視 那麼就我們國安局所掌握的情報 在日本跟韓國方面 對這方面也有人暢言 應該要發展核彈 來作為一個戰略的平衡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掌握到這方面的 情報跟沿西 跟委員報告 當然在這種武器競爭這種狀況來講的話 這種情況是必然的 因為假如說北韓有這種武力 而南韓和日本沒有這種方面武力的話 萬一有戰士發生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被成一個被勒索的國家 當然按照現在目前媒體一些官方的報導說 確實南韓以及日本民間也好政府也好 有些人實質認為說必須要永和和北韓抗衡 不過按照現在目前現階段 可能美國和中共會不樂見於這個事實發生 不樂見啦 但是我們看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 這個中國也在研發一種新型的戰略核潛艇 就是說SSBN嘛 中國內部就是 096型就是那個唐級的這個 戰略的這個核潛艦 那麼當然上一代的這個 094就是那個進級的戰略核潛艦 雖然曾經很久 但是一支似乎沒有辦法突破 就是巨浪二型的這個導彈 那麼在國安局所掌握的情報裡面 或你們的研判 那麼這當然會涉及到 就是巨浪二型的這個技術 到目前是不是遇到困難 無法突破 還是說直接進入到這個巨浪三型的研制 在這方面 因為這個一定牽動周邊國家 有關於核武器嘛 某種競賽或者是平衡嘛 那對中國方面的情報 你們的 當然094 094潛艇它事實上已經成軍已經在部署了 可是事實上現在目前假說 要各方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 094潛艇它是不是能夠幫助中共 進行巨浪二型導彈的發射 到目前為止我們得到的資訊就是說 它有失敗的次數非常的多 到目前為止前浪 巨浪二型這個導彈 還沒有正式的 等於說是成功來部署 那對巨浪三型的這個研制 你們有掌握到在這方面的 我個人認為說巨浪二型現在目前還在測試當中 巨浪三型可能還沒有 它只是初期的一個概念 初期的概念 那那個就是有關於這個突破 是遇到困難還是您剛的回應 因為委員您也知道就是在水下試射導彈的時候 它可能牽涉到非常高級 它不看它陸基的這種時候導彈試射 應該不一樣 水下如何能夠使這個導彈 從彈艙裡面出來 再穿過水面 到水面以後它的氣泡 在整個爆裂以後 這個導彈在向目標飛行 可能是一個非常高深的一個技術 到目前為止 巨浪二型 據我們所瞭解的 它並不是十分成功 好 那麼我想也再詢問一下國安局 就是說最近習近平跟這個王毅 都有在這個博豪論壇 有表達 就是 包括在這個區域 他們的一個戰略上的一個思考 就是說一方面講說不許為一己知識 把一個地區乃至於世界搞亂 但是他們也說 不允許在中國的家門口聲勢 那當然也有一些 分析家在認為說 中國是不是有它的一個勢力範圍 甚至有所謂中國版的這個門羅主義 對周邊 就是說它的這個所謂家門口 那因為這家門口就涉及到 包括現在我想在亞太地區的三個熱點 都是家門口 包括我想這個朝鮮半島 台海 就是擴起到釣魚台附近 以及南海 包括像三沙寺啊 就是說他們這整個以具體的行動 在形成一個戰略的 我們講的是說一個OBIT 一個它的一個勢力範圍 那這方面 就是我想問 國安局跟外交部 你們的掌握 你們的分析是什麼 我讓你先打還是 好 我先好了 我先這個 這個不鳥先飛 剛剛委員提到一個非常重要一點 就是門羅主義啊 假如說我們把門羅主義當時發生的一個 主客觀環境和現在目前實況做個對比的話 王毅 甚至包括習近平他在 不管說在這個這個 國奧論壇講話或其他場合講話的話 確實會讓人感覺到說 自家門前不容其他的勢力來這邊張揚無所 當然也許啊 也許這是我的推測 因為畢竟他們真正的意圖 戰略意圖是什麼 我們目前為止還是繼續在掌握當中 也許針對兩個 一個是針對北韓 因為美國對於中共它施加壓力 認為說希望能夠實施對北韓的影響力 這是一個 另外中共也怕說因為 假如說北韓繼續這樣玩下去的話 可能美國它會藉著機會把兵力部署到東北亞 增加的軍力部署 所以他希望用這些話來 一方面警告北韓 一方面對於美國表示一些他自己的看法 好請部長 我順便再補充問一點就是說 因為有關於台日在 這一個余前的這個談判達到一個協議啊 這當然引起中共方面的反應 我想對於台日的關係當然是一大進展 那也是我想日本安倍首相啊 他的內閣啊從相當戰略的角度啊 希望說對這個區域啊 能夠拉近台日關係 那中共甚至啊 他們也有這個官方的媒體表示說 台灣中了離間劑啊 就是說被日本啊 離間啊 因為之前兩岸共同保釣啊 這是這種想法 甚至我們也了解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透過跟中華民國連結 再跟台灣連結 再跟釣魚台連結 所以這樣子呢 去某種程度想要介入啊 到釣魚台的這個周邊啊 這些爭議的事情上面 但顯然日台的最近的這個協議啊 其實是相當程度的啊 對中共來講啊 讓它是 就是有一點 就是下不了台了 或有一點反應 因為這涉及到對於這個協議啊 中共它是採取什麼態度啊 你的看法 我想分兩個部分啊 剛才這個委員有提到這個韓半島的這個事情 或者整個區域的事情 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大陸方面 事實上也希望美方在內 各方共同來努力 能夠來繼續推進六方會談的進程 所以看得出來這個中國大陸也認為 美國對於整個朝鮮半島的穩定 是有它的幫助 那大陸方面當然也特別提到了 這個半島的無核化 維護半島的和平 還有對話解決問題 不管是和平 對話無核化 我想這個都是一些基本的原則 看起來就是中國大陸跟美方之間 也有一些 這個相同的論據在內 關於這個台日漁業會談的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正面的發展 其實也提到這個 日本方面事實上也提到整個東海的和平跟穩定 這也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另外就針對漁業 這個作業秩序的一個穩定 對於台日方面共同來努力 來促進整個海域的這個 保育或養護的這些措施 我覺得這些都是正面的發展 中國大陸方面是有一些反應 看起來並不是很強烈 但我們也會繼續來關注 我想真的我們真正的目標是 一方面是希望台日的漁業方面能夠往前推進 一方面也希望促進整個區域的和平跟穩定 我補充一下 就是因為馬總統講到所謂的三組雙邊 我是希望兩岸歸兩岸 因為其實就是因為先前給人這個印象 有兩岸共同保釣 我想引起包括我們所謂的漁船或釣魚船 在二月的時候有發生了一些 在這個臨近海域上相當緊張的情況 甚至是幾乎是要衝撞 那麼後來也是台灣跟日本雙方面克制 才有今天這樣的一個進展 我最後再問一下國安局一個小問題 就是說這個HCN9 你們國安局的研判 因為現在整個隨著五一勞動節 在中國方面來的旅客相當多 那麼你們有沒有建議在提高這個國安的層級 就是說類似在朝鮮半島這樣的一個 就是國安會來這個形成一個應變的一個機制 早上我們局長還有部長在接受答詢的時候 也曾經提到這一部分 就是說現在目前國安會 由國安會來負責召集這方面 這個關於這個疾病的一個防治 你們掌握資訊你們有沒有做這樣的 因為最近很密集的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案例包括死亡人數的增加 我們這方面有掌握 可是也許不見得很專業 可是我們盡我們全力的掌握 就是有沒有提這樣的建議 你們回去研究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